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斯 好今天要介紹的新的英靈呢 是這個劍魂天尊好啊 是九夷天尊劍 他是絕品的暗系俠客啊 這次不是優秀的啊是暗系俠客 好天賦的部分啊 這個千刃恆體耶 自身有害狀態小於3的時候 物攻彗星提升10%到20% 哇六星都20%了 而且有害狀debuff小於3很容易啊 那主動攻擊對戰後 附加一次的 附加一次50%的劍意激盪 那自身死完之後 化身為九夷天真劍可以被拾取 哦這麼有趣 那劍意激盪的buff呢是目標 的傷害無法被減免 目標的物攻跟法攻的傷害無法被減免 哦就是 這個追擊一次 追擊一次根據目標攻擊力計算的傷害了 那只這個傷害是無法被減免掉的 然後九夷天尊劍的機關可以被拾取哦 這個拾取是會得到什麼 他沒有講 嗯沒有寫 後面可能會寫吧 好這個順阻氣魂 兩格範圍內的敵人被施加 的治療直接轉變為治療量的58傷害 ok 就是有點像那個自戀鬼 那 友方死去後哦這邊有寫 主動攻擊對戰中物攻暴擊提升20% 那若為俠客的話則額外獲得 主動攻擊對戰後附加一次50%哦 就是俠客撿到的話可以額外再附加一次 這個建議激盪 那敵方死去的話呢 主動攻擊對戰中物攻暴擊提升20% 遭受傷害提升20% ok 就是雖然物攻暴擊提升20%但是 被打的話你的傷害就提升20% 其中結束時損失自身20% 當然潛之氣血哇這個 這感覺就是要拼一波的那一種哦 感覺就是給那個那個什麼 曹慶啊哎 敵人死掉我趕快撿啊 然後再再打一次這樣 ok 好這天賦很強 還蠻強的 就是你掛掉之後呢 你的隊友還可以撿你的這個 撿你的這個911天增減哦 好這看起來是pvp的啊 好那這個決選哦 薩魂自新選擇一個格子施放 對方我內所有敵人造成0.5倍的傷害 並施加障眼1的狀態 持續兩個回合 那自身彗星大於目標 則額外施加壓制哦 使用後會切換為摩天領翼 那障眼1呢是彗星減38哦 ok 施加之後呢 那自身大於目標的額外施加壓制 那那很容易的啊 那摩天領翼呢 哎他壓制狀態是什麼意思 壓制的 沒有寫 好摩天領翼是單體技好 1.4倍的傷害 那建議激盪附加百分比提升至75% 那自身 彗星高於目標則 而建議激盪附加百分比提升100%哦 那使用之後會切換我切換為煞魂自新 ok 嗯哼 這麼無恥 那麼無恥的技能 哇這個大招攻擊盪的敵人 造成1.6倍的傷害 對戰之前的驅散自身目標 呃 驅散自身三三個有害狀態跟 驅散目標的三個有益狀態啊 那自身物攻大於目標物攻法攻這本次 攻擊無視護衛啊 那自身彗星高於目標則暴擊率 暴擊傷害提升至蘇帕 很強哎 光這個然後再加上他的天賦就已經 最高最高就20%了 很痛哎 很痛很痛 而且又是可以無視護衛哇這個 好在天獸 尊魂主動使用驅散自身兩個敵霸 哇灰身自身氣血啊 恢復量是失速者物攻的儀備 並獲得神略集一的狀態啊 ok 這個不能啊 然後馬上再行動 哦太無恥了吧 這個 哎我覺得他這一次 跟跟那個優屬性比你一起出 真的是太過分了 根本就是故意消耗大家的四肢硬 他後面應該就是軒輪劍連動了 啊被動哦 顧你也必長 會生會心值 提升五150 150%嗎還是嗎 還是15% 150數值有沒有寫錯啊 高受攻擊對象中呢 弄自身會心高於敵方則發動先攻 解先攻設成提高一格 ok 這只能一次吧 那沒有講幾次 dc 被動 然後自身會心高於敵方則先發動先攻啊 感覺是只有一次啊 好 在被動趁勢主動普通攻擊出發追擊效果 主動攻擊對象中 自身會心高於敵方則對戰後恢復自身氣血 ok 並對目標施加一個隨機的debuff 然後他有正法哦 驅雷 魔破陣 雷屬性跟優屬性好 那 自身未攜帶有害狀態的話 對戰中上來提高15% ok 好 神兵的話是力氣追星啊 主動攻擊 對戰中物攻大於目標的物攻法攻 然後暴擊率提升9 到15% 然後衛星大於目標的話則是 提升5到18 我這全部加傷害跟暴擊的 太無恥了吧 ok 好魂石的部分大家參考哦 ok 那總而言之 就是很強 這角色很強 那要不要抽這看大家了 啊要不是 可是我還是比較想要先抽優屬性的兵 那這次真的很猛哎 這次都很猛哎 這抽絕對是很划算的了 好啦那有什麼想法 歡迎大家底下留言跟大師一起做討論 啊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fb twitchbbd 還有discord 感謝各位 請留收看大家晚安 拜拜